王子休姓逸和任容轩 这日齐齐现身 为最新台剧宣传 剧中两人是情侣 人生更有千丝万扭的关系 现实中和邓雷欣拍拖就快两年 王子这日亦提到恋爱经验 以正宗洪森 形容自己对心仪对象时表白的态度 郑重洪森的意思大概就是 没失败过 没有啦 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直接的人 我不会跟你模拟两可 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所以算是这样的正宗洪森吧 然后也不会拖太久 如果真的对对方有喜欢的感觉 可能就马上直接说吧 对大概是这样的正宗洪森 因为姐姐Selena的关系 而入行的任容轩 近年都忙于在内地发展 今年是她五年来再次拍摄台剧 王子都大赞这位新拍档够细心啊 然后她也是一个会默默观察 有一次我要讲一个分享一个 有一次我的助理可能因为帮我拍摸 你拍太久腰有点痛 然后真的是很不舒服 然后她就因为她的助理是男生 她就让她的助理带我的助理去医院 然后让她自己一个人在片场 是没有人帮忙她的 所以这一点我就是蛮感谢她 其实今次是两人手道合作 更有不少亲密气氛 任容轩都笑言拍摄时 深深被对方迷倒 没有因为她每次在讲这一类的话的时候 比如说我喜欢你啊 或者我们睡一晚啊 或者是我会保护你这种 她真的很深情 然后因为我们在对戏嘛 我就是觉得你到底在干嘛 所以我就会盯着她看 那种比较傲气的感觉 然后她又很深情地看着我 有时候就会忍不住就有一点呜 所以就会满 对 会变到 那拍起来的时候 其实柔龙她其实就是她表面很很认真 但是当讲一些有睡啊 或者是有亲啊爱你 她会默默的真的害羞 有时候她会害羞到笑场 所以我觉得她这一点也是蛮可爱的 任容轩又大爆王子私下好保守 不容许女友着得暴露 想不到王子外形走在潮流尖端 内女都是一个手救型的传统男人啊